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知道近年来在中国出现了一个怀念过去的现象 那么中国的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也提出来一个说法 叫做前30年和后30年的概念 这前30年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说1949年以后 这个30年一直到这个79年就是所谓的改革开放 之前的30年 说这前30年和后30年的不能割裂 是一样是这个有密切联系的 没有前30没有前30年呢 也没有这个后30年 中国呢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 就是对前30年感到非常的怀念 那么所以呢就有很多的人 把这个毛泽东这个像拿出来供奉 举起来在大街上去这个游行 唱红歌 主要的是唱这个文革时候的一些这个歌曲 跳中字舞 这个更是文革时代的这个中字舞 这个文革时代呢 是也属于前30年的十年 这个当时呢是被说成是十年的浩劫 现在呢也都不是在浩劫了 都属于前30年的一部分了 中字舞呢是开始流行 同时呢人们穿上军装 穿上解放军的军装 八路军的军装 甚至是红军的军装 到这个全国各地的所谓的革命的圣地 去参拜 去学习 还有呢就是开这个各种的这个义苦思甜的饭店 上山下乡的饭店 把这个当年文革的时候那个招贴画 那些照片摆在上面 吃着当年可能 这个吃的饭 其实呢不是当年吃的饭 当年大概吃不起那些饭 是当年想象中当年的那些饭 那么这个前30年 中国的前30年 1949以后一直到1979年 真的有那么好吗 我今天呢就要和这个周孝正教授呢 来谈这个问题 周教授你好 你好 这个前30年 49年以后一直到79年 您是有切身经历的 所以呢我想呢这个呢 您自己非常非常的清楚 前30年是怎么回事 那么前30年对您来说 真的有那么好吗 有的地方好 有的地方不好 好是什么 天是蓝的 蓝天白云 空气是新鲜的 饮水是清洁的 食品是安全的 那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 好像我母亲给我们订过 好像一段的奶 当时那送奶的就是一个玻璃瓶 他就给我们搁在了我们那大门口弄一小箱了 叫奶箱给搁那了 那个每天早上吧 他就给送了 所以说空气是新鲜的 饮水是清洁的 食品是安全的 人和人的关系也不错 我们都住胡同里 我们有对门 有邪对门 而且我还有四个姐姐 一个妹妹 所以那时候我们有兄弟姐妹 我们叫手足 我们都有手足之情 小时候这好 但是后来稍微大了一点 就开始搞运动了 什么三反五反我没敢上 但是到了大距禁我看上了 大距禁就是1958年 我上小学四年级 看上了 除四害讲卫生 四害就是苍蝇门的老鼠麻雀 所以轰麻雀我看上了 我印象很深 因为我们家离着我那第一线小学也不远 所以当时老师就带着我们那小学的 那一个班大概40楼人 排射队就到我们家去了 因为我们家是四合院 有几个街坊 上房 因为当时有一句话吗 三天不打上房接瓦 那等于说上房那是一种淘气 可是那是这回是老师公开的 带着小朋友们上房 因为当时都是瓦房嘛 瓦房你踩 有可能就给踩坡了 踩坡了下雨就漏雨了 这么回事 一般来讲我们都不愿意 我们都不上房 那是公开的上房 打着旗 敲着锣 没什么锣 就盘子什么这个那个的 就是红旗招展 锣鼓喧天 红麻雀 那就是中国的一次集体抽风 你现在一想呢 你们要看那些 有些电影 叫新闻电影 这份厂可能有些电影 你就看 那就是来全民抽风 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你想想了 四年级 不上课了 全都上房了 再往周围一看 好家伙 那房子全人 为什么 因为麻雀 毛泽东说了 麻雀是四害 为什么呢 麻雀它吃粮食 因为当时粮食 紧张吗 说麻雀跟人家抢粮食 所以把麻雀弄死 怎么弄死 轰麻雀 因为麻雀的飞翔能力 比较差 它不像大雁 大雁一飞 人家几千公里 所以没有说轰大雁 这一说的 轰麻雀 轰麻雀让它 落不下来 因为它哪一落 就是敲了打鼓 就把它累死 你知道吗 完了麻雀给累的 哪都不让落 整个北京城 你知道吧 哪都不让落 那麻雀就可能累死了 累死你才把它逮住 轰麻雀 好 那印象我极深刻 那就是毛洞时代 但是您说的是除四害 还有苍蝇 蚊子 老鼠 这三害应该除 不对吗 不是那三害当然了也是啊 那三害我们 我们轰门的打苍蝇 但是打苍蝇也是 每个人都有苍蝇牌 打苍蝇 完了那个老鼠也有 也有老鼠下老鼠药 什么的老鼠夹子 这个也算是抽风的一部分吗 当然 实际上人家都是生物多样性 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世界 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 他们就是干什么说那人是是害的 其实大家都知道 那时候有苍蝇有蚊子 但是生态环境好 有一度没了 为什么 过量使用农药 这个这个没了 没了人也快没了 您的意思是说 人类应该跟苍蝇蚊子 耗子老鼠一起共存了 对和谐相处 那您刚才说的是说 前三十年您有一些好的回忆 认为是好的 那不好的方面有哪些呢 不好的 当时当然就是阶级斗争为纲啊 阶级斗争要天天讲 月月讲 年年讲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一抓就零 所以马上就赶上57年反右了 那时候我小学四年级 我没有太多印象 到了58年 大跃进 完了到了5960 就开始吃饱饱了 因为我们北京是有粮票 有粮票呢 他是不会饿死 但是吃饱饱 所以我的年轻 一个记忆里头 最深刻的记忆 就想吃饭呢 想吃饱肚子呀 因为那时候初二大交火的呀 那时候当时我们一个月的定量 是28斤半 一天不到一斤 而且没有油水 没有什么肉 没有什么油 所以就指着这点粮食 那绝对 挨饿呀 但是我们并没有饿死 后来我们才知道 60年的时候 前后 广大农村 饿死了上千万人 有人说是一千万 有人说是两千万 最高的人干啥说七千万 他从开始他就不说 后来说为什么呀 因为有些死是非正常死亡 如果生老病死 他干嘛不说呀 他不是正常死亡 你不是说饿死 饿死也可以说呀 他是饿死的吗 他是饿到一定程度 人相识 你吃了 因为你不吃 你就饿死了 你就吃 吃人了 你吃人你什么 你什么什么罪呀 当地的县官局 把吃过自己亲人的 当然一般吃都是吃亲人 一般你不是妈 他吃自己的孩子 因为你再不吃 这孩子也死了 你有俩孩子 你死俩还是死一个 你别死绝了呀 就把那个 大概是一般都吃小的 把小孩子 有那稍微大点的孩子 给吃了 得起来 因为什么 你想你吃人 你还不得死罪吗 所以说 60年一共死的 这上千万的人里头 有百分之几 估计不到百分之十 是公安局当作刑事犯 给枪毙的 那你说怎么说 枪毙他什么原因 他吃了自己孩子了 你说要把一亲妈 把自己的孩子给吃了 你说得达到什么程度 你得想想 你想想 所以说他们老说 毛泽东时代好 或者前30年好 就是俩字无知 根本他就不知道 我一再跟他们讲 66年的8月5号 北京最好的学校 跟北京四中并列 我们是男四中 他们是师大女傅中 都是北京市市重点 他们的一个 第一副校长 跟书记 叫辩重于女士 大约不到50岁 被这帮学生 主要是初中 活活打死 这就是我们北京市重点学校 也不能说重点 就是说一般的中学 打死的第一个老师 1966年的8月5号 打死了 打死之后 到了66年的8月18号 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 接见红卫兵 百万红卫兵接见 那叫八一八 完了 这个当时师大女中的 割委会副主任 就是开国上将宋任琼的女儿 叫宋彬彬 当然我一再强调 宋彬彬没问题 他是割委会副主任 当时呢 上天安门给毛主席 这个接见 当时呢 公安部长叫谢福智 是毛泽东的 应该说是一警卫员 或者警卫长 对 那么这一帮人都想跟毛泽东握手 或者接见 他就挡着 挡着 那么跟毛泽东 大概有这么几米 他在那 他挡着毛泽东 他是毛泽东警卫长吗 或者警卫员吗 那毛泽东一想 我得人家这些学生 都是喊着毛绪万岁 热泪盈眶 那毛泽东意思 我在想 我在我也得想跟这些学生握个手吧 当时谢福智 他认得宋彬彬 因为宋彬彬的父亲叫宋任琼 是开国上将 跟谢福智 谢福智好像也是个上将 他们在 在一个大院里住 所以说宋彬彬 小的时候 这个 谢福智 他认得宋彬彬 所以他就让宋彬彬 过来了 所以宋彬彬就给 毛泽东带了一个宏卫兵的秀章 毛泽东就问他 你叫什么呀 我叫宋彬彬 文质彬彬的彬彬 毛泽东说 要武呀 完了呢 这个光明日报的一个记者 年轻记者就给他登了 两天以后 8月20号 这条消息就传上去了 因为光明日报也是一大报 登上去之后 从1966年的8月20号开始 全国各地的学生 就开始打老师 因为毛泽东暗示给他们了 要武呀 而且他就改名了 宋彬彬彬彬 其实宋彬彬彬彬彬 我一再强调 人家没改名 后来我们问过他 我们的同学 都跟他是挺熟的吗 没改名 是那小记者 年轻的记者给他改了 你想给他改名了 而且登报了 登报以后各报一转 这要武呀 这个消息就传出去了 毛泽东跟他是讲的 于是北京城区 1966年的8月20号 开始打老师 截止到统计截止到 1966年的9月30号 满打满算40天 你想想8月5号 把彬彬彬彬打死了 8月18接见的 8月20见的报 到了9月30号 40天 北京市打死 中小学老师 包括书记校长等 1772 这本书过几天 在北京有 我买了 他们给我买了 还没带着呢 我一再说 隔几天 等着到我的美国这 我给你们看 出版社 和谁写的 那个书 你都看看 那可不是我下说的 所以他们老说 前30年 前30年随便打死老师 一个北京市 40天就打死 1772 这些小粉红 他们知道不知道 他们就是无知 他们要知道 那就是 那是不是毛泽东让打死的 没有 我再讲讲 毛泽东 毛泽东语录 红宝书 我们每个人都有 一开始大的 后来就变成小的 因为那指好了 那指 字典指 毛泽东语录 第一条 第一条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 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 是马克斯典主义 第二段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各级领导同志 务必充分注意 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动的 史无前例的 无产阶挖单 关于无产阶大部分有政策 16条 其中有一条 这场运动是整 党内一小撮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这场运动中 是一注击人们灵魂的一场运动 在这场运动中 要文斗 不要武斗 这些学生 打老师怎么打 要文斗 不要武斗 要文斗 把老师打死了 我当时 后来我学了社会学 我教社会学 我给他们总结 这叫什么人格 精神分裂 说一套 做一套 你知道吧 所以说他们说 前30年好 好什么好 这个说一套 做一套 包括毛泽东吗 当然了 毛泽东当时 让大伙帮着党整风 就是57年 毛泽东说的什么 毛泽东说了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言者无罪 文者足见 有则改知 无则加冕 毛泽东说的 到了57年下半年 风云突变 抓狱派 后来有人就问 我拜访过 李锐老先生 我说李锐人家是 当过毛泽东的秘书 当过陈云的秘书 在东北当过高岗 高岗是副主席秘书 他是亲自的 近距离的 观察过 高岗 毛泽东 陈云 改开放以后 他又当了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而这是亲干局的局长 他亲自提拔的江泽民 胡锦涛 习近平 老先生活到接近102 所以说当时 我就问过李锐 我说您对于毛泽东的诚信 您怎么给他看 当时我去李锐家 李锐已经当时不到100 也就快差不多了 李锐跟我亲自比伙他 我说什么意思 这是地平线 他的诚信是地平线以下 什么意思 根本就不及格 毛泽东哪来的诚信呢 你想一想 你想他说这话多棒 我又有屡路 要文斗 不要武斗 而且是政策和策略党的生命 这帮家伙 红卫兵 或者叫 现在叫小粉红 怎么样 这边唱着 这个念着毛主席语录 要文斗 不要武斗 这边把老师打死了 北京市40天 就打死1000多老师 有人我跟他们说 他们说 我知道打死人 但是没想到这么多 这是有数字的 这个全没数字 正在八百出 晚上出的 专门的专家写的 那么 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 生活怎么样 生活我一再说 空气是新鲜的 饮水是清洁的 食品是安全的 这点不错 但是量不够 所以我小时候我就挨饿吗 我不是说一个月 28斤半定量 还得是学生 还得是北京市的市民 有户口的 农民没有这个 农民挣公分 农民没不发粮票 所以农民 各地方也不一样 你不说牧区 后来我们有些人到内蒙古插队去了 牧区不错 因为牧区呢 它有这个草原呢 有这什么什么 所以牧区啊 应该说内蒙古 饿死人少 饿死人多的什么 四川省 安徽 河南 等等 您说的那个是在 五十年代末期的那场大饥荒 但是除此之外呢 除此之外 随便打死啊 不上一解放 我说除此之外 公司合影啊 咱们比方说文革的十年 文革十年里边生活怎么样 不好吗 生活就这样 都是粮票啊 都是定量供应 文革里头不会 基本在北京市不会饿死 但是物资上不丰富 物资不丰富 当然不丰富了 一开都是票证嘛 你想想 都得要 不光要钱 但是也没钱 那时候 就是你有了钱 你也买不到货呀 你不是自行车 一百五十六个钱 一个呀 飞鸽牌的 或者是永久牌的 那你得有自行车票 那个票 是是多人 多长时间 有可能有一张票 你知道 今天如果要是说 在中国买辆汽车 不用说自行车了 买辆汽车 可以随便挑随便选 有很多的选择 今天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汽车 我说是在今天 如果今天在中国的话 你即使是买辆汽车 你也可以是有很多很多的选择 也就是说在物质上 是相当的丰富 你得这么说 物质上是丰富了 可是那口气没了 北京就是雾霾 我来那一年一月份 三十一天 二十七天的雾霾 北京人的寿命平均 缩瘦了八年 当时是官方传媒登的 所以你别光说物质 光说物质 你没命了 我告诉你 我的问题是 今天的物质 这样丰富 和 不能这么说 这不说就是一荒唐 今天天天的物质丰富了 精神不行了 就是早死了 周教授 听完我的问题 你再回答问题 听完我的问题 今天的物质上面 是丰富的 不对 这句话就不对 我叫纠正你 前三十年 前三十年是不丰富的 前三十年 物质上是短缺的 物资短缺 到底是什么原因 造成了前三十年的短缺 所以你说那物质 我一定要跟你强调 你这么说就雾霾 雾霾是不是物质 前三十年雾霾没有 现在雾霾也丰富了 OK 脏水也丰富了 周教授 我们不说现在雾霾 我们只说 比方说市场供应 市场供应 今天的市场供应 是不是要比前三十年 要多的很多 对不对 要丰富很多 比方说 你不再用票证了 对吗 不需要再用票证 买这些东西 对不对 你得这么说 除了雾霾 还有就是超标的 这些蔬菜水果 现在是 这个那时候 是没有那么多 现在超标的 这些蔬菜水果 有害的食品比以前大大丰富了 这也叫物质 这也叫经济 你千万不要说这个 没有 我们现在单说 就是说这个生产的情况 今天生产出来的东西 不管你说的是说 带着超标的也好 雾霾也好 今天生产的东西 比过去三十年前 就人均的生产的东西 是要多很多 为什么我说你这句话是误导呢 你不是说那奶 现在叫毒奶粉 带有三具情安的奶 那是不是奶 是奶 多了 比以前多多了 我要它干嘛 我换一个说法 我们不问今天了 当年的物资短缺 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物资会没有 为什么物资要票证 为什么 集权的制度 或者叫计划经济 或者其实计划经济是好词 那有计划有什么不对的 人家美国有曼哈顿计划 对不对 人家有阿波罗计划 我们不管什么计划好坏 为什么当年物资短缺 为什么 接一斗成为钢 它以接一斗成为钢 它要斗 叫做斗出来 七斗八斗 就斗出一个社会主义来了 叫宁要社会主义的草 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怕什么 怕卫星上天 红旗落地 所以为什么后来彻底否定 以阶级斗争为钢的 错误的理论和事件 坚持所谓改革开放 坚持什么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一百年不动摇 这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 你得想想啊 虽然老说前三十年后三十年 前三十年有好地儿 后三十年也有好地儿 比如开放 这是好地儿 在这个改革开放前面那个三十年 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 言论自由方面比现在好吗 比现在应该说 因为那时候啊 他没有什么微信 没有什么 这个什么互联网 所以说呢 你就是说 说呢 你就是声 你周围的人听 你周围人只要没有小人 你就说吧 你不是说有的时候在我们家 有些我爸的朋友等等等等 在我们家 没人 没人给他们检举啊 他们随便说呀 你说言论自由 当然了他们不能在电台说 或者是放大的说 因为那时候啊 这些所谓特务 没有这么发达 特别是监控的手段 也没有这么发达 哪有比如说窃听器 或者说摄像机 哪有啊 那现在北京市的探头 据说得上亿 你说那时候的言论自由吗 那时候没有这么些 这个鹰犬 或者说这些工具 你也没有 那可不就说呗 只要你周围是 不是小人 不是给你检举的人 那你就说吧 所以你能说那时候就 就言论自由就比现在差 现在言论自由倒有了 你看看那手机 对不对 我的手机就被封了好几次 我什么都没说 打开手机 没了 你说 那时候的言论自由 那时候没有这事 因为当然那时候你也没有手机啊 你得这么想啊 对吧 您现在这个微信的这个账号 还解封了吗 不是他他封了 我就不用了吧 对不对 咱俩现在已经做这个 所谓自媒体了 我要那玩干嘛呀 是不是 我还想说 因为原来你说你在美国也有一个微信的账号 这个账号现在还在用吗 不用了 他封了我就不用了 手机我都扔了 不要了 那好 我再来问一下 就是在这个前三十年 1949年到1979年 文艺上面是什么一个状况 八个样板系啊 八亿人八个样板系 所以样板系我特别熟 为什么 那时候我给他们做半导体收音机 是吧 我给我们班里头一共是40多个同学 我给三个同学我都做 都是动手做呀 因为你买一收音机也得 也得躺下也得10块钱嘛 那我给他们做一个呀 只是买零件 零件 我没说我手大 当时我们北京西安门有一个卖零件的 一个旧货商店 一毛钱一把 或者五分钱一把 你给他五分钱 给他一毛钱 你就抓 我这手大 一把就能抓 这一多 所以我给他们做呀 做这个收音机 便宜 因为我自己做呀 而且练手啊 也是 所以你看我们班同学是40多个里头 得有30多个同学 我都给他们做过收音机 现在有没有 我就不知道了 一个是修四行车 一个是修收音机 但您刚才说的是说 八亿人八个样板系 什么意思 就是啊 红灯记 沙家帮 对不对 什么 什么齐齐白虎团 就是这八个 因为我给他们做收音机 这个是指的是文革期间 对吧 这文革期间八个样板 我刚才跟你说的意思 就是我给他们做收音机 我就没事 我就在那坐 坐在那 我就得听啊 所以我就在那天天在听啊 他那就是八个样板系 所以八个样板系的词 说的滑稽点 我倒背如流 差不多 差不多 我也这样 但是呢 在这个 你说那文艺 你刚才说文艺 文艺就这样 八个人八个样板系 但这是文革期间 这是接近了79年的时候了 是吧 文革十年 在文革十年之前 是个什么状态呢 文革之前 因为我还小呢 你想66年我是高中毕业了 你要说文革之前呢 我就是一小学生 小学生初中生 那个时候您感觉到 就是说 现在你回忆起来 那个时候的文艺生活 比方说 你看个电影啊 看个戏啊 音乐会啊 演唱会啊 有吗 有 但是我们也不怎么看 因为我们都是普通的人嘛 你看电影 你看个戏 你得买票啊 那时候哪有这么多钱 去买票去 虽然票很便宜 比如电视票 五分钱 那也得要你五分钱啊 那五分钱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 可以买一个油饼 你说我上小学 早上起来了 上小学半道 就有炸油饼了 炸油饼了 那五分钱一个 也挺大的 也不错 但是我也不能老买啊 哪有哪有每天有五分钱 让你买油饼的呀 那不是一般人了 那就是 所以说五分钱一张电视票 那么我们也 不是说绝对买不起 也不买 因为他毕竟得要你五分钱呢 你得想想 您当年看电影都怎么看呢 看电影 一般来讲还不是买票 一般人 一般的时候都是 不要钱的电影 比如学校操场里头 到一个节日 就触及两根杆 挂一营宫 完了那个 放电影的机器就来了 大家就看露天的 基本都是看这个的 那是没什么电影啊 那时候一直绕兵团 我中低的时候 列宁在十月 列宁在1918 我得看了差不多一百遍 谈一谈你在这个兵团的生活 这是前三十年的生活 还有三战 地道战 地雷战 南征北战 这个 列宁在十月 这些电影就是来回的放 我这些电影加一块 我至少得看了一百遍 周教授 您谈一谈你在兵团的生活 在兵团生活了多少年 大概是一个月 或者是一个礼拜 那个我们营有七个连 这营里有一台电影放映机 放映电影的那个知情年 跟我一样大 也是四七年生的 但是他比我早去了几年 叫延 我们管他叫小延 小延就是在这个 七营这一共是五个连六个连 还来回放 所以大家都跟他挺熟 您在这个兵团吃的饱吗 兵团当然吃的饱了 兵团大白馒头随便吃 五分钱一个 半斤一个 而且我们的馒头都是 白面都是101 那是最好的白面 而且我们自己种的小麦 我们种的小麦里产量高的 叫2075 美国进口的 它那个产量高 我们交工粮都是那个 种什么小麦 我们说了不算 商场上种什么就种什么 那我们种的101好吃啊 所以这兵团我当然吃的饱了 你在北京待得好好的 干嘛去兵团 去黑龙江建设兵团 山下乡啊 毛东说了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 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叫天高认鸟飞 海阔认月 之前来到农村去 接受贫押中农再教育 这毛东的号召 大呼噜呼噜就都去了 那当时你是因为响应号召去的吗 那当然是啊 我也用不着响应号召 你高中毕业了 在北京四中高中毕业了 待两年 待两年呢 就开始下山下乡了 那我们班一共47个 我们这十好几个 就都散了黑龙江了 就是隋大六啊 是隋大六 是你自愿去的是吗 是自愿 那当时自愿了 还没有人绑架你 也没有人怎么怎么招你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当时如果不自愿 你也可以不去咯 不自愿 我得顶住压力 我也可以不去 什么压力 留城 留城过了一段时间 大部分都走了 我就可以进工厂了 什么压力 什么压力 一个是隋大六的压力 就大家都去了 你干嘛不去啊 一块都同学都不错 是吧 还有一个就是舆论啊 你得响应毛主席号召啊 因为毛主席号召 你上山下乡啊 接受偏爱勇用再教育啊 主流的那是主流的这个说法 那我们都是隋大六的人呢 好当时你是隋大六 当时你又没有想过说 我不是很想去 我愿意留在北京 有过这种想法吗 没有什么 你想都是学生 都是好学生 一年级 完了到了六年级毕业 考中学 考了中学又六年 就高中毕业了 就赶上了 你是哪一年下去的 1968年 1968年 据你所知 在其以后的 这个所谓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北京青年去下乡 都是你这样 都是很自愿的 都是隋大六去吗 还是有没有被迫的 不是那个就是他 习近平说上下乡 我都不知道 因为我已经大了 我已经可能六七十了 对这个这个事 我就根本就不知道 是吗 因为据我所知哈 我也是经历过这个情况的 据我所知 在后期 那完全都是被迫的 就是说城里边 你一家里边 只能留一个人 其他的人 比方说像你刚才讲 你们家里边 一共是六个孩子 只能留一个在城里边 其他都要下去 这是当时的规定 我们那时候也没有 我们那时候没那么严格 但是我姐姐的孩子 当时 等我走了以后 后来等着回来 跟他们等着 说闲话 他也走了 他怎么走的 我问我姐姐 我说你就这么一个独生女 你怎么就走了 因为他比较小 他说不走成吗 街道机器分子 天天到我们家坐着来 敲了打鼓 欢迎知智青年上人下乡 你们家那人还没走呢 没走呢 他们也进来 坐你们家坎上 一个是给你做歌 不是 给你做工作 一个是给你唱歌 给你念语录 你想 每天就给你来一次 你受得了吗 他这么个道理 虽然你说我这有定力 我就不走 你救不走还真有 不是很 不是没有 有 但一般人受点热吗 你看我大姐也挺老实的 原来是个工人 纺织厂的工人 他说那可不就得走吧 那时候 我那 因为我是高中毕业了 大小伙子 我那个姐姐的那孩子 当时也就是 小学可能是就 七零界吧 小学还没毕业呢 小姑娘啊 小孩嘛 那还得走啊 所以你说那压力 压力就是变相的压力 但是那一般人 没有这定力 我就不走 人家瞧了打鼓 到你们家来几次 你说走走走 我走 走了就走了 就包括当时中国 让你交你这私房的 那房契地契 也是一样啊 你可以不交 因为那房子是你自住房 你不是成租的 你不是租的 租的叫剥削 你拿房租 你就是剥削 那我自住那两间房 或者一间半 你明白 但不行啊 那是私有财产啊 人家这个人家共产党说要消灭私有制嘛 说你那个你那私房才叫私房 你是自住的私房 没有说有一个政策非得让你交 但是你也得 交了打鼓 或者说主动的就交去啊 你交的时候 人家房子你还不要呢 你还得反复的去呢 你得把你自住这几间私房 从来没有出租过 也得交 它造成这么一种压力 所以我到了美国来 我就说嘛 人家美国的 呃 有一个是免于恐惧的一个权利 或者叫自由 原来我就不理你这事 那当然了 你在中国你恐惧 现在也一样啊 现在你敢像咱们俩这样的在这说话 你在中国大陆你试试 你根本连想你都不敢想 这共产党造成的中国人普遍的恐惧 他们有人就问我嘛 说那你要在北京你见着这个美国记者 他采访你 说呢 那么中国政府是不是要管外国在北京的记者 我说他不用管 他已经把老百姓吓得都不说了 让你记者说 我让你随便查 你随便查 你采访谁谁也不敢跟你说呀 共产党有这个本事 他能让全体的中国人民 99.9%都害怕 他不敢随便说 让你随便说 你也不说 所以我们还可以说 你看我们有没有自由 你随便问呢 美国记者 别说你是美国记者 你到美国 你到中国去 你随便问呢 你问谁谁也不跟你说呀 干嘛 我找麻烦我 这个事 所以我到了美国来 我就发现 免于恐惧的这个权力 或者自由 非常关键 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今天我们知道 这是在这个中国呀 在外打工的 所谓的农民工也好 甚至是 不光是农民工 我相信 这个包括大学生 一些高层次的这个人员 都是流动的很广 在全国各地去这个工作 他的户口很可能是没有签的 户口制还在 但是他户口很可能是没有签的 但是他人已经不在他户口所在地工作 据统计 最最近的统计 全中国至少有三亿人 不在自己的户口所在地工作 在外边工作 也就是说 人们的这个流动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多的 这个在所谓的前三十年有吗 没有 这就是说用一句话叫户口的含金量直线下降 原来中国的户口 它不是北京户口 含金量很高的 第一给你发好多票证 你还有好多特权 你是城市人 你农村他没有这户口 他就是农业户口 我们是城市户口 城市户口里含金量很高 现在含金量越来越下降 还有一个这个情况 就是现在的人怀念前三十年 怀念四九以后 七九之前 说那个时候官员不腐败 大家都一样 没有腐败现象 没有贪腐现象 这是真实的情况吗 当然是假的 那时候怎么就没有贪腐呢 那时候叫四清和四不清 那时候叫多事多战 农村的干部多事多战 北京市这些干部也腐败 当时反腐败第一刀 那就是干掉了天津市的书记 叫刘青山张子善 这两个人都是地委书记 就是地委书记 比省委书记就小一级 那不是毛泽东亲自给枪毙了吗 所以被认为叫反腐败第一刀 叫共和国反卖第一刀 你想怎么没有腐败啊 而他们腐败到什么程度呢 现在你要看他们的细节 那时候的腐败 跟现在比根本就不叫腐败 那时候的刘青山张子善 算绝对算清廉干部 现在是干部腐败 比他们的腐败一万一万倍 你知道吗 所以说那你也不能说 那时候没有腐败 怎么没有腐败啊 多事多战 享受特权 据你所知 当时的干部享受哪些特权 我们还有好多高杆子弟啊 高杆子弟他爸爸就是特权的 你想想 后来那高杆子弟跟我混得也不错 他们就说当时 比如说去北德河 到夏天北京比较热 他们就跟 北德河是夏都啊 毛泽东一到夏天 他也上北德河呀 周教授 我们再说一说 这个前三十年的时候 前三十年你刚才讲说 因为我们在谈论 这个官员腐败不腐败的问题 您说这个 其实前三十年 官员也有腐败的这个情况 那么您举出一个例子 就是说这个北德河疗养的情况 那么除此之外 中国的这个官员 甚至是叫所谓的高级干部 他们在这个前三十年里边 还有没有其他的 就今天看来算是特殊待遇 这种腐败的情况 特供 对他们有特供啊 当时李鹏就说过 李鹏说这物价上涨 我怎么不知道啊 说我到那个特殊商店去买那个大虾 有不几个钱 那大虾 但您说的这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了 对不对 说你买那大虾 那箱店我们去得了吗 那是特供 怎么没有腐败啊 您开玩笑 一解放就有腐败 我告诉你 这种特供的地方是不是四九年以后就存在了 当然一进城 我后来我就到那个巨山农场 因为我们有一个同学的哥就管这事 巨山农场就是在玉泉山南门 我不去过呀 那巨山农场的厂长接待我们呀 后来我就问他 说你们这种的菜都拿什么水呀 玉泉山的矿泉水浇 你知道吧 他们的菜绝对没有污染 所以他中午请我们吃顿饭 完了给我们弄出来的黄瓜来 我们一听 这黄瓜黄瓜味 西红柿西红柿味 但是这黄瓜比较弯 后来我还问他呢 我说这黄瓜怎么都弯啊 他说质量的都送中南海了 但是你们吃这个黄瓜 那品种 那个质量跟送中南海的一模一样 只不过有点弯 我说有点弯怕什么的呀 你所说的这个巨山农场 是专门为中共中央机关 当然了 专门为中央这个一个农场嘛 他说我们这个 说毛总喜欢吃红烧猪肉 他说你知道那红烧猪肉 那猪什么品种啊 优良品种 那红烧猪吃的那个 那个饲料 用现代话来讲 绿色有机的都是 你知道那猪喝的水矿泉水 你可注意 他说我们那猪的品种好吃的也好 完了呢养的是 恰到好处 因为你猪老养了他就老了 你猪的太嫩也不成 这恰到好处 比如八个月就是八个月 出栏 那特供 我告诉你 现在当然了 那时候的特供中央 现在 是个干嘛都得特供 所以他们就问我给他们讲课 我就说 我说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在哪 在制作 你有特供 你的食品能安全吗 人家不跟你吃的一样 你知道吧 人家跟你不吃的一样 他干嘛 他要管这个食品安全啊 这么个意思 你们老百姓吃的那有毒 什么毒奶粉 什么孔雀绿 苏丹红 什么这个毒 那个毒 我不记得活该 你们死了 活该 我们不吃了 那中央干部更不吃这个了 你知道 所以那时候怎么没有腐败啊 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 就是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 中国人有理由去怀念前三十年 回到前三十年 而不待在现在这个三十年里边吗 没有理由 怀疑前三十年的就是俩字 无知 他根本就不知道 我心说你现在 你怀疑前三十年 前三十年 你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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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是老师 老师什么事没有 打死了 以后你要当了老师 干什么话打命 打死你 对对 为什么 经济作成维刚 对待敌人 要像严重一样残骨无情 学雷锋 学雷锋 他们就不知道了 学雷锋那是四句话 对待同志 像春天般的温暖 对待工作 像夏天般的火热 对待个人主义 像秋风扫楼叶一样 对待敌人 要像严重一样残骨清 一再给你定性 你是敌人 打死你 你可注意 所以他们老说 前三十年好 那是瞎了狗眼 你回去 你要想说前三十年好 你就上 你就上 北朝鲜 北朝鲜就跟前三十年差不多 你找金三派的 你不是好吗 好你上北朝鲜 哪里 在这装着玩 我跟你讲 你怎么 人家最近有人说 有人开玩笑吗 说这个 说这个 习 习跟这个金 说 说你们这 你们这北朝鲜 怎么就 没有这个 这个 去偷渡的呀 是不是 他说 在我们美国 我们得弄墙 我们墨西哥 我们得在 中美 中国和墨西哥的 那个边境上 得弄墙 得花多少亿 为什么怕他们来呀 说你们 你们北朝鲜真棒 没人愿意去 你知道吧 还逗探呢 这不就是玩笑吗 是不是 所以说 说前三十年好的 我就劝他们 说前三十年好的 都上北朝鲜 找金三派去 那就是前三十年 我就告诉你 荒唐 要我这么说 是荒的吗 荒唐 荒 没有荒诞 荒芜 那都脑残 我一再说 那叫 正已经说瞎话 好了 那我们今天呢 就 讲了 就是对于 这个所谓的 前三十年 一九四九到一九七九年 这三十年 这个一些人的 这个怀念 周教授呢 也讲了他的 这个观点 总的来说呢 应该是说 我觉得是 怀念的人呢 要么是不知道 要么呢 是把他理想化了 实际上呢 前三十年 没有什么值得 怀念的东西 也不值得回去 重新再过那样的生活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此结束 再见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